公車循環站天花板突然竄出火蛇 由於剛好是上班尖峰時間 公車站不少民眾 眼看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民眾紛紛躲避 這時剛好一輛公車近站 司機二話不說 激緊的拿起滅火器把火勢撲滅 我們這邊第一個時間點 我們家族人有看到之後 趕快拿滅火器下來處理 所以說至少讓災情沒有再擴大 也沒有讓它延燒到其他電風山去 這部分是我們駕駛員處理的很積極的事情 由於這一座後車庭是屬於早期 大都會那時候捐贈的 相關的設備可能我們還要再請 大都會的人員來這邊再釐清 那現在火場監視人員也到了 事發在8號上午7點多 基隆東岸公車循環站天花板上方的風扇 不明原因突然起火燃燒 還好沒有人受傷 消防監視人員到場進行監視調查 也還好因為它不是很大 但是人來人往難年會發生危險 設定那個定時的 它目前現在幾點到幾點會開 現在因為我現在台馬有兩個 我看的結果是第一個是下午的5點到24點 第二個是下午的5點到隔天早上的6點 那我還在確認 它有可能是這個如果要這樣看起來 應該是下午的5點一直到晚上24點 起火的天花板風扇 當初是客運業者捐贈 每天有兩個時段會自動開啟運轉 目前初步調查 疑似電線短路造成火事 所幸沒有人受傷 記者黃燒民進行報導 謝謝